约瑟呢,是一个非常传奇性的,非常戏剧性的特别人物 因为呢,他从生到死,从小到大,他都一直有梦想 有梦想的人有盼望,Hallelujah! 跟你朋友讲说,有梦想的人有盼望 有梦想的人有盼望 我今天和大家讲的题目就是,有梦想的人有盼望 有梦的人有盼望,我曾经写过一首歌,歌名叫什么? 有梦的人有盼望,在乌云中见阳光,而且呢,有翅膀向天飞翔 而且生命当中呢,有见证,有福音,可以天天飞翔,让神得荣耀 那我们讲过了几个重要人物,大家要晓得上个礼拜呢,特别强道 约瑟的爸爸叫雅各,那雅各的名字呢,是抓住 所以我上个礼拜,讲雅各声明的时候呢,跟大家讲说,雅各他抓住机会,满足自己 抓住机会,满足别人 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他在这么多的人际互动当中呢,他学会,他坚持要抓住机会,满足上帝 至终呢,他整个人被上帝改变,更改变化,成为一个得胜者,成为一个敬拜者,成为一个祝福者 所以神呢,乃是要我们这些,他所爱的,他所选招的,他所真爱的,他所改变的人呢,人人成为得胜者 人人成为敬拜者,人人成为祝福者,像雅各一样 所以,我们思想到,亚伯拉罕呢,乃是强调说,人的被选招 神没有选择跟亚伯拉罕同行的罗德 我们也透过,以撒强调到,人的被神,当珍宝一样的爱,就强调人的被真爱 神呢,选择了雅各,没有选择以早 我们强调,因为雅各呢,被神所爱,完全接受神的改变 所以我今天呢,跟大家讲的是约瑟,约瑟呢,我一样用三个重点,要跟大家思想,神给我们的亮光和启示 第一个是,约瑟他尊容自己,大家说约瑟尊容自己 第二个,约瑟尊容别人 第三,约瑟尊容上帝 约瑟尊容上帝 透过这三个段落呢,帮助我们思想调,约瑟他的确 的确被改变,然后被尊容 所以只要我们能够认定,我们是被招的族类 我们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的被选招,像以撒一样的被真爱 像亚各一样被改变,至终呢,我们像约瑟一样被尊容 世界都要尊贵,都要荣耀我们,因为我们是神所特别看为宝贵的 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仁 所以基督徒的终点是大有盼望的,是极其荣耀的 因为基督徒,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都要像约瑟一样 约瑟的终点,约瑟的结局是什么呢? 是在埃及,被全埃及人,上至法老,下至所有的宰相成仆 所有的百姓,加上那附近的列邦列国呢 都尊重约瑟是属于神 神特别尊贵荣耀的人 所以,求主关注我们,今天要来思想这三个重点 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我们实在相信 圣经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叫我们能够从圣经当中的人物和事迹的点点记载 来学习属灵的定律跟法则 天父我们实在恳求你继续光照我们 晓得创世纪的许多人物 都是我们的见见榜样 无论是从该隐和亚伯 无论是从亚伯拉罕和罗德 从以撒和以斯玛利 从雅各和以扫一直到约瑟 我们晓得你用这么多的篇幅文字来记载这些列祖列宗 主啊,乃是要叫我们更多更多思想 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好让我们在有近的年岁当中 能够认真的跟随耶稣基督的教宗行 主啊,实在求你今天再一次的联名我们恩待我们 叫我们从约瑟的生平故事当中 更学会你要叫我们学会的功课 也就是约瑟他不妄自菲薄 他不小看自己 他非常尊容自己的职份身份 天父更求你教导我们 能够懂得约瑟懂得他尊容别人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和样式 即使不完美 我们应该要接纳要爱要尊容神所创造的 天父更求你教导我们 让我们学会最宝贝的功课 就是我们要尊容上帝 主啊,我们尊容上帝 不是因为上帝有没有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尊容上帝 乃是因为上帝本身就是上帝 因着上帝我们尊容上帝 主要求你恩待活水得上人 能够好好谦卑降伏在上帝面前 直到我们被创造就是应该要尊容上帝 天父让我们一生的年岁 即使遇到像约瑟这么多的挪念 这么多的苦难 我们依然选择尊容上帝 如此祷告 奉耶稣基督宝贝上名 阿们 好,我们要来思想约瑟的故事 从创世纪的第三十章 告诉我们 约瑟被妈妈所生 约瑟的爸爸生约瑟的时候 大概已经有一百岁了 所以老年得子一百岁生儿子 算不算神奇宝宝? 肯定算 因为亚伯拉罕一百岁生儿子 那是一个天大的神奇 那肯定是神奇 所以雅各一百岁生约瑟的时候 他当然会珍惜疼爱 这个神所赐的神奇宝宝 而且这个宝宝秀雅俊美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妈妈是大美女 对不对? 那爸爸呢更是英俊潇洒 所以爸爸英俊妈妈美丽 那时候的儿子 当然就是秀雅俊美 所以约瑟呢 他的确是天之骄子 然后呢 约瑟其实他爸爸很富有 然后他的爷爷 他的真祖父 然后他的祖宗 都是非常富有的 所以用现在的话语来说 约瑟不单单是富二代 他是富三代 富四代 更可以用现在的话语说 他是信心的信二代 信三代 信四代 那也可以讲说 他是牧养的 牧师 这一类的 牧二代 牧三代 牧四代 不单单是因为他们全家 全主辈 都以牧羊为业 更是因为 耶稣基督是牧羊 要牧羊 我们这些迷失的羊群 所以神让雅巴拉汗全家族 世世代代 世世代代 都成为牧羊的行业 都有神特别精心的计划 那约瑟这个人呢 大家晓得他 有十个哥哥 一个姐姐 圣经从创世记的三十七章 到第五十章 就特别记载 约瑟从十七岁到一百一十岁的点点滴滴的真人和真事 告诉我们 约瑟从小到大 就非常被爱 可是没有想到呢 这么一个被爸妈所爱的孩子 妈妈呢 却在生弟弟的时候呢 因惨难而死 所以呢 约瑟从小就失去了 他所爱的妈妈 和 怎么样 和 他 从小到大 也听过很多很多 他爸妈 谈恋爱的故事 也听过 他的爷爷 哇 其实不算长子 因为 有另外一个 比以撒更早出生 叫做以什玛利 以什玛利 后来生十二个儿子 哇 各个都是 非常精干 非常威武 然后 约瑟呢 他更听过 他的祖宗 亚伯拉罕 曾经呢 参加过 当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就是四王跟五王的战争 然后 约瑟知道说 当时呢 已经有很多国家 有王 有撒冷王 有所多玛王等等 有很多王 所以呢 约瑟自然听过说 哇 他的 亚伯拉罕 这个老祖宗呢 曾经 然后呢 曾经跟 一个特别特别的使者 在摔跤 摔跤之后呢 他的名字 就从亚伯兰 改名叫 亚伯拉罕 那约瑟当然也听过说 他的 爸爸 他的爸爸呢 还在他 外祖父家的时候呢 因为 啊 用了一点 智慧跟谋略 就让他 更多的 发财致富 以至于呢 外祖父拉罕呢 就要追 追拿 爸爸 那甚至呢 约瑟的 大伯父 叫以扫 曾经呢 也带领四百人呢 要人追杀雅各跟全家 所以 约瑟呢 从小到大 听了很多很多 啊 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的 种种的故事 然后 约瑟呢 他非常小的说 神 看人 和人看人 不一样 神看 人 成为长子 啊 其实不是肉体 第一个出生 就算长子而已 神还有 另外一种 属灵的看法 就像 雅各 他 跟 他的哥哥 两个人呢 几乎是同时出生 因为雅各 是抓着哥哥 找出来 结果呢 长子 就人来看 是谁说长子 是以扫说长子 可是呢 最终 因为雅各 懂得属灵的原则 懂得神的定律 所以最终呢 雅各 被神看作是长子 所以 约瑟从小就知道说 哇 我虽然排行第几 我有十个哥哥 一个姐姐 算排行第几 排行第十二 我老十二 下面还有个律底 所以呢 基本上 他要变成长子的名分 或福分的话呢 请问 容不容易啊 非常不容易 可是约瑟呢 从小到大 却有这样一个梦想 想要 光宗幼主 想要 君临天下 想要 能够 成传 神给 雅各 阿拉罕 以撒 雅各的 生儿子 成为君王的梦想 大家晓得 神曾经 给他的爸爸 说什么话 我们来看一下 创世纪的三十五章 这里怎么说 所以 神曾经对雅各说 你的孩子 要做君王 雅各记得很清楚 神对他说过这个话 我的孩子要成为王 的确当时的很多邦国呢 都有王 可是呢 我这个家族 亚伯拉曼的孙子 从我的孩子呢 一定有一个做王 可是呢 雅各看看说 我自己的十个儿子 像不像王啊 这些哥哥们 常常作恶 这些哥哥们呢 常常不太懂四为八德 常常呢 不太懂 教养跟风范呢 常常得罪神 甚至呢 让爸妈伤心 所以这个做爸爸觉得说 这十个哥哥呢 好像没有一个 有君王的气度跟风范 和特质跟人格 然后呢 爸爸常常讲故事的时候 讲故事的时候呢 这个小约瑟呀 这个老十二呢 就听得非常入神 就非常非常的 领会 爸爸讲故事的用心 也知道说 上帝的应许是非常荣耀的 尊贵的奇妙的 三十五章 大家看 三十五章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三十五章 这里告诉我们 第十节 第十节就是 上帝又向雅各显现 赐福于他 且对他说 你的名原是雅各 从今以后 不要再叫雅各 要叫以色列 以色列的意思就是神的王子 所以 约瑟知道 他的爸爸呢 已经被神命定成为神的王子 那他又是神的王子的 这个老十二 是从小自民不凡的 也是从小宇宙不同的 一个孩子 所以呢 他从小到大呢 就觉得说 神对爸爸讲说 多国的名 从你而生 又有君王 从你而出 所以 爸爸记住这句话 儿子约瑟呢 也一直 反复思想 常常 纪念 神的应许说 哦 雅各 家要出一个王 雅各 家要出一个王 那这个王到底是谁呢 我相信 如果 约瑟 再跟他哥哥们 或跟左邻右舍亲戚朋友 在玩游戏说 将来长大之后 你要做什么 约瑟运奖 他要做什么 王 我要做王 我要做王 哦 我小学时代呢 我们 常常在聊天谈话 老师呢 就问说 儿各 言而至 你们长大之后 要做什么 结果 我们就有一个同学讲说 他长大之后要做总统 所以约瑟呢 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长大之后呢 要做王 他要做总统 他要改变命运 他要怎么样 要让他整个家族 完全翻转过来 哦 能够真正 得到神所 是的这种王位的福分 然后呢 约瑟 其实 他的职业 却是一个牧羊人 牧羊人 在当时来讲 是被埃及国家 所非常痛恨厌恶的一种行业 可是约瑟 他的祖宗 加上他个人 虽然从小到大 都做牧羊 他却不自卑 不自怜 他知道说职业不分会见 神所预备的 神所带领的 他们牧羊就是牧羊 所以约瑟是一个非常懂得尊荣自己的人 大家说 约瑟尊荣自己 约瑟尊荣 虽然他是牧羊 他尊重 他宝贵 他牧羊的行业 他尊重自己 并不表示他狂妄自大 或是他骄傲蛮横 他也不是自我膨长 乃是强调说 他不自卑 不自怜 而且他不小看他自己年轻 他从几岁想做王 我们不晓得 但是呢 他可能从 五六七八九十岁 一直到十七岁都想做王 我们曾经曾经问过很多很多小孩子 你长大要做什么 我前天才问 我们Emma跟Nancy的小女儿说 肉依 你长大做什么 大腿 做什么 大腿 哇 好稳 好神 他说他要做大腿 所以呢 五岁小孩就知道他长大要做什么 所以约瑟尊 那更是一个特别小孩子 也许他五岁就想要做什么 King King 哥哥听到说 你想做King 那我们算老几啊 我们算老几啊 做King 怎么排都排不到你 怎么轮到轮到你 对不对 有大哥流便 有二哥新年 老三立位 还有老四游大 凭着你这个小不脸 想要做王 可是约瑟尊 就是 什么 不甘人厚 约瑟尊 就是不妄自菲薄 他从小到大呢 不让人小看他年轻 总在言语行为 信心爱心 清洁当中呢 做哥哥们的榜样 他如果发现哥哥们 讲错话 做错事呢 他是爱心 说成实话 希望哥哥 不要什么 不要败坏加风 希望哥哥呢 能够维护 这种书香门帝的传神 那哥哥们呢 总觉得说 你总是来窥探我 监视我 你小不脸 竟然敢管大哥 对不对 结果呢 有一天啊 爸爸可能趁着 约瑟生日的时候 生日的时候呢 爸爸雅德呢 就送给约瑟一件生日礼物 什么礼物呢 一件特别尊惠的 特别华丽的 彩色的 外衣 外衣 这个外衣呢 是非常尊贵的人才穿的 所以呢 他哥哥们呢 就非常生气说 第一个 爸爸不公平 爸爸偏心 爸爸也很有钱 要送应该全部也都送 可是如果要送 12个孩子的话 那属于很大的负担 所以多送孩子也是很辛苦 对不对 但是呢 爸爸其实也有钱送 但是呢 爸爸在约瑟生日的时候呢 送他这件礼物 其实理所当然 也没有什么错误 可是哥哥们呢 却因为爸爸送礼物给儿子 哥哥们就怎么样 就更嫉妒 更仇恨 然后呢 就根本就要 常常跟他作对 那偏偏呢 收了礼物之后啊 约瑟啊 是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或是上帝托梦给他 咱都有可能 约瑟呢 十七岁 梦见什么 他说 他对哥哥讲说 我们大家都在捆和捆 捆庄稼 那你们的和捆呢 来向我的和捆 怎么样 下半 你哥哥一听到这句话 纷纷怒啊 肝火上身啊 你这个小不脸啊 竟然 假冒上帝 假传圣子 还透过上帝给你做梦 说你将来要做完 我们要向你驾拜 驾拜 其有此理 莫名其妙 哥哥呢 就更加火大 结果弟弟呢 非常证实 非常纯真 然后呢 他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然后呢 他就 把他 又做了一个梦呢 又跟哥哥讲 什么梦呢 跟哥哥讲说 哥哥啊 我又梦见 太阳 月亮 和十一颗星星 都向我下半 那哥哥一听到怎么样 胡说八道 你这个人实在是莫名其妙 我好好上班做事 整天在人家做梦 梦见 我们向你爸爸 向你下拜 而且呢 爸爸听到说 约瑟约瑟 你还梦见 我们做老爸老妈 都要你向你下拜呀 可是呢 约瑟是怎么样 他的确有这样的梦 他就实实在在的说出来了 但是呢 爸爸一听到时候呢 却把约瑟的梦存在哪里 存在心里 为什么呢 因为爸爸常常从小到大跟 儿子讲什么 我们这个家族要出一个王啊 我们家族要出一个王啊 那哥哥们如果不成才不成气的话呢 发现弟弟有这种君王的气度 有从小要做大事 的一种理想报复的话呢 哥哥们应该要怎样 我们家终于出了一个什么 终于出了一个出王的 我们要宝贝他 宣级他 让家里面能够出一个王 而哥哥们呢 不成才 反而记住他 因此 弟弟们 弟弟做了这样一个梦呢 哥哥反而想要怎么样 想要谋杀他 陷害他 你说何等可怜的一个家庭啊 弟兄姐妹们 但是 是约瑟一直尊荣至极 他从小到大 这个梦想呢 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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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瑟 他不然能知道说 这是神给他爸爸的一个应许 约瑟更清楚知道说 他的老祖宗 所以 那个 约瑟呢 从小到大 一直记住这些话 神对我爸爸讲说 我们家里要出王 神对我们祖宗 亚伯拉罕说 我们家里要出什么 要出王 约瑟记忆犹新 历历在目 可是约瑟的十二哥哥 相信这些话吗 胡说八道 我们家哪里有出王 亚伯拉罕时代就没出王 结果才生了一个儿子 然后 以撒呢 也没做王啊 以撒两个孩子 一个是谁 一个是以撒 一个是雅各 也没做王啊 而且连 一块地都没有 一个国家要有三要素 主力人民主权 我们 人口 人丁西少 土地吗 没地 神说要给亚伯拉罕地 给了没有 亚伯拉罕最后 你知道吗 只用钱 在迦南权利 买了一块墓地 小小墓地 能够埋葬 亚伯拉罕的老婆 叫萨拉雅 结果 以撒呢 也没得到地啊 那十个哥哥讲说 我老爸雅各 辛辛苦苦 经营管理 虽然有点钱 但是呢 有没有得到迦南权利啊 也没地啊 神说话不算话 神哪里是真神上帝啊 所以十个哥哥呢 就完全不相信神 不抓住神的应许 可是 约瑟信神 约瑟信神 他尊荣自己 是因为他有神的形象跟样式 他要像神 要有神的形象跟样式 然后呢 他也完全相信神 说有就有 命令就立 神怎么说就一定怎么实现 你知道十七章说什么 大家看一下 《创世纪》十七章 你看看 当亚伯拉罕被改名成为 亚伯拉罕的时候 神怎么说 十七章六节 神对亚伯拉罕说 我必使你的后裔 极其繁多 国度从你而立 君王从你而出 我跟你讲 十个哥哥们 会记住这句话吗 他一想到这句话 十个哥哥就觉得怎么样 有心气愤 哪有 哪有王从我们家族而出啊 连地都没有 人丁又这么稀少 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国家 成为一个王呢 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呢 约瑟如何 神怎么说 就一定会怎么实现 弟兄姐妹们 你是属于哪一种人 你是属于十个哥哥 那一类的群众吗 还是属于约瑟这样的人 坚定信靠顺服 约瑟呢 他从小到大 想为神成就大事 他想要为他的家庭 怎么样 能够开天辟地 要能够光宗耀祖 有一天呢 君临天下的时候呢 要让神得荣耀 要让怎么样 让所有的外邦外族 能知道说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 我们是神所特别特别的选民 但是呢 他的哥哥们 却完全不这么说 所以 弟弟 约瑟 他承担一个非常 艰巨的任务 他也知道说 他的大哥刘便 已经不具备资格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大哥看见 看见他爸爸的妾 就是拉杰的使女呢 也是一个美女 竟然有一天呢 大哥刘便 就是约瑟的大哥刘便呢 竟然跟爸爸的妾呢 上床同起 所以大哥呢 也就 在神典眼中就不具备资格 那二哥三哥呢 从小到大 就充满暴力脾气呢 非常的 就是 凶狠 然后呢 常常用刀剑 在那边 用十八弹武器 在炫耀自己 然后 甚至 有一天呢 二哥跟三哥呢 用刀剑 滥杀无辜 屠杀了 事件成的所有男兵 那四哥呢 他想想四哥尤大 其实是相当好的一个 但是四哥尤大 毕竟呢 当他其他哥哥们 要摩擦他 要出卖他的时候呢 四哥尤大怎么样 还真正把他卖了 你知道卖多少钱吗 才为了二十个 色刻的银子呢 就把他卖给以斯玛利人 当然最后 以斯玛利人呢 又把他转手 卖给埃及人 好 护卫长 波提法 但是转手之间呢 犹太人很会做生意 转手之间 可以赚多少钱 至少赚十块 所以呢 约瑟卖给 护卫长 埃及人的时候呢 等于被卖多少钱 三十块钱 就如同耶稣基督 被卖多少钱 耶稣基督 是被卖三十块钱 三十银子 所以 约瑟的一生呢 其实都在预表 耶稣基督的一生 所以 耶稣基督成为救主 绝对不是偶然 或临时起义的 乃是上帝呢 在永远永远之前 在万古之心 创世前 早就为世人 所预备的一个 救恩跟福音 所以我们要 非常感谢 上帝 神的本意 是爱爱爱 是赐福 赐福再赐福 对你旁边讲说 神是要赐福给你的 神是要赐福给你的 弟兄姐妹们 约瑟他非常尊容自己 知道说他出生不同 他的血统不同 然后呢 他有一个神圣的责任 使命就是怎么样 他要让神的应许 从他开始 认真的应验 这是了不起的一个认同 然后他尊容自己 但是呢 没有想到 他想改变秘密 他想做王 人算不如天算 你知道吗 不但他没有做成王 最后他做成什么了 被卖成奴隶 最后呢 竟然成为阶下囚 变成了犯人 变成了 关在监牢道中的囚犯 你说这样一个人呢 应该是 怀疑上帝 埋怨上帝了 可是 大家晓得 从创世记 39章 一直告诉我们 约瑟从来没有一句话 埋怨上帝 我们今天 遇到苦难 遇到挫折 我们今天会如何 我们就像十个哥哥一样 可是约瑟呢 一直是截身至爱 一直是分别为胜 然后呢 不管他在任何地方 在自己的家里 约瑟的家中 在雅各的家中 或是他被卖到 这个 护卫长的 脱离伐的家中 或是他在监狱当中呢 他的待人接物处事呢 都按照真理而行 尤其在39章第九节 我们来看 约瑟是何等何等的尊容自己 为什么呢 因为 他血气方刚 二十多岁的一个男孩子 见到美女 哪有不动心的 何况 他那个时候呢 已经算是 得着一个大好机会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老板娘 常常自动自发的 眉目传情 甜言蜜语 约瑟呢 他懂得 用圣洁和尊位 守着自己的身体 他懂得 他是神的形象跟样式 他懂得 他要有真理的原意跟圣洁 所以呢 他不随从自己的私欲 他不逞一时之快 他不放纵自己 不自甘堕落 他非常尊容他自己 照人的角度来讲 哇 你呢 现在是奴隶啊 你是奴隶 你不是想做王吗 现在老板娘喜欢你 正好是你翻身的机会 对不对 如果他只要跟老板娘串通 只要跟老板娘 剖鞋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的话呢 他可以让老板娘的先生怎样 此于非命 下毒就好了 甚至呢 有一天他可以再串通 再夺权 再串位呢 让法老怎样 也中计 中毒而死 最后呢 全埃及自然就落入了约瑟的掌握之下 可是约瑟呢 他不用人的方法 因为这个人呢 他是行真理 行公义 他知道他是神的形象和样式 所以他是非常尊荣自己的 弟兄姐妹们 你晓得你成为基督徒 你也有君王的名分 可是我们有没有尊荣自己的名分呢 我们常常是作践自己 常常像基嫂一样 为了一小碗红豆汤 就把我们尊贵的名分给卖掉了 可是 约瑟这个人呢 他 弟兄姐妹们 面对 这么一个赤裸裸的老板娘 长得如花似玉 因为老板娘呢 是护卫长的太太 那护卫长呢 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中国的公安局局长 是不是 那公安局局长老婆 那肯定也是美艳如花的 那你说这样一个老板娘 来诱惑她 结果约瑟呢 毫无为所动 大家知道约瑟如何来回应吗 三十九章第九节 三十九章第九节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最该学习的 约瑟他如何面对姿态 如何胜过情欲 三十九章第九节 这里告诉我们 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 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 不交给我 只留下了你 约瑟得到老板的信任 老板对他是一概不查 只把老婆跟他讲说 你什么都可以动 老婆不准动 代表副卫长 算不算 还有一点珍惜老婆 是不是 还珍惜老婆 知道老婆呢 哇 长得这么漂亮 然后 他也事先有所防范 但是呢 约瑟的确得到老板的信任 可是当老板娘在诱惑她的时候呢 你知道她怎么说 她说 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她把男女之间的 这种非法的婚姻关系 当做什么 当做大恶 今天我们 这个时代呢 把这种事情当做什么 当做平常 当做时尚 当做什么 理所当然 她当做是最好的机会 可是耶稣呢 却知道说 这是大恶 她不把她当做是 神给了一个大机会 让她可以翻身影 神给了一个大机会 让她满足少年人的私欲 她把这件事情当做什么 当做大恶 弟兄弟们 她非常尊荣她自己 知道自己呢 自己 是谁 自己是神 神